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宝月金刚上师 赞叹十方法界 能够弘扬佛法 度化众生 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佛法如同保障 如果没有人来弘扬 纵使再怎么聪明 再怎么有智慧的人 也无法真正明白 宝月金刚上师 赞叹十方法界为是 以无我的精神 宣扬佛法 度化众生 佛法无人说 虽智不能解 由断证得法的人 才能由无我 来发思者好的声音 无我是说法的根本 那么我们当然 在黄董的领导之下 我们不分宗派正是万法齐放 那么深光的教化一定不同于往昔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向各位拜年 并向各位十方法界的卫士全体同仁拜个早年 年是什么意思呢 是万史更新的意思 就是自新又新法轮常转 那么为十方法界呢 法语骗沙 甘灵谱降 使我们佛法的身教升光呢 来篇及世界这个五大洲 年是万象更新的意思 宝月金刚上师 期盼新的一年开始 十方法界卫士节目能弘扬五大洲 利益更多众生 十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中采访报道